大家好我是Pi-A-Bi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吧 我們最後一個12月的時間系列 不是啦 12月的槍系列啦 來 我們沒有時間了怎麼辦呢 趕快尻啊 對不對 我們來搭配對面的時間 看能不能讓槍再更快一點點 之前有配過啦 12月配時間 然後配上日的話 是有讓傷害在網上撐一些些啦 那我們今天如果配槍再配一個時間 那個槍有沒有辦法在我尻完一隻網的同時 再給他尻第二發呢 好 理所當然的 我們直接下個結論 結論是 不行 而且我今天再用這個隊伍 然後對面用上雙成長小丑時間 雖然說是一個標準的輔助流啦 但是這個輔助流的暗殺程度 是沒有辦法給他殺到七星的 那我這次也給他弄到滿版 所以導致其實我身上的槍沒有多少把就對了啦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吧 好啦 那這個玩法呢 一樣啦 就是讓我版面有流有四顆月亮 然後一顆太陽 剩下的全部都有槍 然後畢是因為我有小丑的關係啊 所以他的排版程度呢沒有那麼那麼的難 但是還是有一個難點就是呢 因為槍這個骰子本身 如果 呃 應該說對面沒有那個轉移骰 所以對面丟 一出席丟的錢不會太多 導致我一開始星數不會太高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在15關之前呢 傷害會不夠 可能會被王給轉完 不過因為有小丑的關係啊 所以其實就算被轉也沒有關係 啊沒有被轉當然香啊 被轉其實也無所謂啊 很容易就可以調回來啊 至少要調回來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呢對面就開始慢慢慢慢的殺就好了 我這邊應該來稍微加速一下到後面才對 走唄 好 那我們就這邊用加速的方式來看一下吧 我這邊殺的到底有多麼多麼的痛苦 要玩這隊的方式啦 就是我這邊排好版隊 我這邊是有被轉了一下 不過沒關係我們很快要把他拉回來了 畢竟我小友在那邊 只要我的星數夠高 高起來到六星的話是可以複製的 OK 我複製完之後呢 剩下的就是等暗殺 對面慢慢慢慢的再殺了 好啦 那對面的玩法呢 基本上就是從頭到尾 很盡量的去拉咱們的暗殺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攻擊方這邊還OK的話 能拉暗殺就去拉暗殺 如果拉不起來 當對面已經快不行了 如果今天是7月10月的話 可能50幾關就不行了 那這個時候就趕快補時間了 好啦 那我們這邊先停在這邊來看一下 54回合 因為我這裡剛好有一個七星月吃到七星槍 然後一個六星月吃到六星槍 然後對面總共有四顆時間 可以看到啦 我們這個時候配上月亮的槍 有沒有發現兩邊的攻擊速度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等於是我基本上已經可以認定 這就是所謂的頂速了啦 滿速了啦 不可能再上去了 因為我六月再撐上去 他的時間是有差 如果等一下可以看到我時間沒有的情況下 我在六月沒有時間 跟七月沒有時間的情況下 那個速度是有差的 但是當對面的時間拉起來之後呢 兩邊的差距我基本上應該是趨近於0了啦 就算有也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了 就算有差好了 也應該無關讚絕啦 可以看到這三把槍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的兩把六星槍跟一把七星槍的速度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那他的攻擊也不會因為七星月的點亮而加70% 所以是一樣的 好啦那這個時候可能就關心到時間的問題了 因為時間曾經有被buff又nerf 最近是nerf啦就是以協同的部分 他的攻擊速度有下降一些些 沒有像以前那麼高 但是還是場上越多時間越好啦 可是你現在也不太需要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就是已經滿了 不能再快了 所以這個遊戲應該是有最大上限沒錯啦 因為差不多大概兩顆時間吧 在時間11等的情況下 六星12月跟七星12月的差距應該就是兩顆七星 兩顆的七星時間 這樣講起來大家聽得懂嗎 有一點點的饒舌啦 正常而言是應該已經分辨不出來啦 但是至少讓我的月亮可以六星就好 不過要這樣玩的話 那我對面還是乾脆就 那個乾脆就那個轉移暗殺就好了 我覺得 真的是12月之後沒有必要再配上時間流了 但是如果當你今天你不知道要輔助誰的話 對面用時間暗殺雙龍掌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因為畢竟就是萬用嘛對不對 暗殺也一點點就好 如果今天當對面是那個守護的話有沒有 好啦 今天應該比較少人會用守護去爬塔的啦 因為用守護爬塔實在是太難了 你知道嗎 太詭異了 除非真的是剛好遇到一個人的 就是剛好他也是用手一隊 然後你剛好用這隊的話 其實算是可以相服相成的 只不過就是有一點點默契就對了 當對方注意到可以殺那你就再殺 準備要用時間的時候就再來弄時間就對了 因為畢竟你暗殺丟到那個守護的話 乘數會瞬間歸零 那會非常的靠北 好啦 62回合對面被這麼一轉 沒關係我們還有一個七星時間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一顆時間才的情況下可以看一下 六星月跟七星月的速度 有差一點點嗎 有 欸我這邊好像看不太出來怎麼辦 我自己應該是看的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看的出來 可能不是這個回合數啦 但是其實是有差的啦 對 我們現在如果是打小怪的話 我們第一把槍舉起來的時間是沒有 很像是第二把槍就是打完第一發之後 第二把槍裝彈夾的時間 確實有縮短了那麼一些 我們再來給他看一隻王吧 那接下來是咱們的魔術師 我們打完第一隻之後呢 欸沒有欸 所以我只要一顆時間就好了嘛 欸我剛剛還說兩顆 欸那我完全是看錯了 那我完全是記錯了 只要一顆七星時間 就可以彌補六星月跟七星月的差距了 對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那真的是沒有時間的話才是差對的吧 沒有時間的話六星跟七星月就有 那如果今天是六星月跟七星月的話 有一顆時間就已經到頂了 哎呀這個遊戲真是太殘忍了 什麼時候要設定上限呢對不對 他的怪物移動有設定下限 攻擊速度有設定上限 然後現在錢也給你上限 唉有點懷念以前什麼都沒有上限的 沒有下限的日子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一樣直接跳到後面去來看一下 可是要不要看王 那我們就來看一隻王 好66關的獅王我們就來感受一下 不過這個時候啦 我的槍已經需要打了 因為畢竟我的七星太陽只有吃到六星月亮而已 雖然說對面有時間的輔助 等一下現在這個時間沒有了 應該可以蠻明顯感受到 對啦兩邊的時間差應該有出來了 可以看到他秒的時間 他秒的比較久一點點 七星月那邊已經打完了 六星槍這邊還在秒 好啦來我們就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那我們跳到第85關 我們看一下能撐到哪裡 這個時候我有一個七星月七星日 放在一個標準的位置 剩下就是對面慢慢的慢慢的去暗殺就好了 可以看到我現在的四把槍都有吃到七星月 可是這個時候很像攻速已經完全沒有差別了對不對 好啦那對面的時間算是蠻多啦 所以這邊基本上算是全部都頂速了 可以看到我舊年槍甩吃到六星月 很像也沒有到頂速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對不對 然後我們打怪還是算蠻快的 我們在10M的情況下還是沒有任何的壓力 但是為什麼會停在這一關呢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第88回合吧 好88回合的話是咱們的白衣 蛇怪蛇怪蛇怪會召喚王的那一隻 好現在有來到700多萬的水量 簡單打一下啦小兵真的不是問題 唉總覺得這邊真的要少改版一下 不然沒有改版的話這一段就很尷尬你知道嗎 就是等完過完這一關讓你喘息一下 然後下一關王又來了 好第88回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蛇怪蛇帶有勞到4億 結果呢惡王的轉王就把我給轉掉了 有一點點的誇張欸 可是也差不多了啦 畢竟我真的在打的只有一顆太陽跟一顆月亮而已 我的七星槍還來不及射第二發對不對 就已經沒了 所以惡王還是要靠太陽慢慢打啦 要打的話應該說那個傷害可能已經不足了 那我還是只能靠太陽還是只能靠 所以槍骰跟聖劍我覺得現在聖劍比較優啦 那槍的話什麼時候才要改他呢 對啊槍骰很可憐你知道嗎 從來真的是從來沒有被改過欸 什麼骰子都被改過了 槍骰有曾經buff過一點點 不過他的buff只是他buff他的小子彈的威力而已 真的是爛到一個掉渣就對了 好的第89回合到我這邊就盡量的在排版 看有沒有把我的太陽月亮搞回來 沒錯我們現在搞出了兩顆太陽跟兩把槍 其實跟剛剛比起來的話我覺得這樣子的傷害會不會更高 因為畢竟我原本只有一顆太陽 現在我有兩個太陽等於是我傷害是剛剛的兩倍 那我的槍閃呢雖然少了二分之一 但是其實也還好啦對不對 因為畢竟這個關卡雖然算前面我有十二月配太陽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打到一百多關不是問題啊 那我們這邊稍微的給他加速一下到後面唄 那我們這邊用三倍數的方式來看一下這一切好了 我看一下我要怎麼拯救啦 不過基本上啦剛剛已經被放的話 等一下應該不久後又要被搞了 我這邊被猴了一下 不過沒關係對面還有錢啦 原本說對面有錢啦 就是對面要全程都在就對了 其實等於是我在對面然後就慢慢的慢慢的在那邊合 然後就是有暗殺就丟暗殺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訣竅啦 其實時間暗殺就算是最簡單的了 因為畢竟要殺滿的機率太難了 所以還會導致其實他的要求也沒那麼高 我們就慢慢玩慢慢玩就好了 反正我今天的七星時間完全取決於王的心情嘛對不對 王給你就給你王不給你我也無可奈何啊你說是不是 我頂多就是七星就複製時間而已那就這樣子 好啦被砸下去有擋住了一顆 但是我的七星小手被打掉了 不過也沒關係因為畢竟有雙成長啊然後轉王又那麼多 然後獅王又可以給你下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還算OK啊 而且如果等你只有擋住的話其實也算蠻賺的 所以他的星數 應該場上的星數都不會太低 好啦到第98回合這邊還是可以秒掉啦 畢竟我還有一個七星的月亮戰 七星月亮跟七星太陽到底是誰好的 當然是七星月亮啊對不對 七星月亮配上六星太陽的傷害 遠遠大於七星太陽配上六星的月亮 月亮的星數真的差太多 尤其是十二月的六星跟七星 那等於是滿數跟沒有滿數的差別 這可能差十幾倍的傷害我覺得 好啦現在到了101回合了 我們來看一下史萊姆這邊嗎 那我現在還有一把槍啊 多多少少當一下輔助又被吼了一發 我現在剩下六星月跟七星 不過這個狀況沒有辦法看那個數字啦 如果真的能看的話應該還是七星時間跟 甚至七星月亮配上五星時間 五星的太陽攻擊速度應該都更快 然後剛剛這一波都擋住了 擋住了一個轉王 他剛剛應該有召喚小怪 但是我剛剛好像也擋住了兩花都擋住了 有一點香就對了 好105回合 好這邊還是簡單的黏掉 等一下來我們的蛇怪又再一輪了 可是下一輪應該基本上就已經到極限了啦 110回合的轉王就沒了 那正常情況下的話如果日月亮的話 應該是128啦 如果我的太陽給他到12等的話 應該會再往上去一點點就對了 等我之後再說 好108回合看一下 這邊的瘋王跟惡王都會放進 瘋王沒有放進了但是獅王已經放進了 等於是已經結束了 等一下應該就已經量掉了啦 我現在身邊剩下一組七星日月 而且沒有任何槍在輔助了 那這樣能打多少是多少了 等一下翼王也會轉 就看那個等離子給不給力 這20%也沒有辦法給力了 好109回合小兵的血量有到1600多萬 這小兵 能不能再給我一點其他的東西啊 除了給我錢以外有沒有額外的 不然的話感覺 好了110回合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這個打不到幾%的血量 有一點可憐啦 然後我這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搞啦 其實我有交換可以弄 可是我現在的心情在對面的輔助方 好110回合等一下應該又要在這邊轉一次 被轉完之後我這邊有個七星月 可是我沒有任何 欸有欸其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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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不能搞 這時候有一個七星太陽七星月 可是來不及我太陽沒有辦法點亮 一個惡星的給我砍在那邊已經來不及了 好啦直接瘋掉 這個時間真的太短了你知道嗎 如果這段時間有辦法發動一個時間暫停 就給我一次機會 一次機會讓我時間暫停 是不是超級好玩呢 欸我就最後再ㄍ一下 還可以再ㄍ那一點點 反正我錢那麼多 我總共有13萬欸 這個時候感覺可以花非常非常多東西 你知道嗎 就來個子彈時間有沒有 類似那個GTA5那個 我忘記是誰的 反正就有個子彈時間 然後可以ㄍ一下 好110回合344張卡片 我覺得 不要用槍啊 對 可以用槍啊 但是不要用時間啦 時間對到12月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啦 你用12月你可以尻的速度 不管你有沒有時間 你都可以尻的你知道嗎 哈哈哈 這只是幾秒俠 三秒俠 OK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BFA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